画面可以看到一台白色轿车在马路上要倒车回转 但没想到下一秒 这白色轿车既然撞上了原行道 360度大大转了一圈 而且又回到原本的车道 直接撞上了停在一旁的车辆 像原本要执行的车主是这样的一大跳 而是他也把影片PO上网提醒大家要小心 而这离谱的撞车事件就发生在3月5号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这新装新台路的路上 而幸好是造成轻微的车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而民众报警后警方了解 原来是车主已倒车的时候 癫痫发作才撞上了路旁的轿车